下载了很多app,囤了很多手账本,但是无从下手 网盘资料爆满,但从来不会用 网课买了一堆,但没有时间学习 QQ群里的同学给我私信说 阿图上传的资料看起来很有用 但是下载以后不知道怎么整理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用 新年快乐,我是阿图 经常折腾资料整理和笔记系统的教育博主 2020年的第一期视频 接着分享笔记相关的内容 从年初就开始好好规划生活和工作 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吧 距离上一次发布笔记入门片 居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在具体介绍笔记app之前 我先分享一些我自己整理电子资料的思路 以及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 外地老师阿图 一起解锁今年份的成长吧 在笔记方法的视频里 我不断地强调 所有的文具app都是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辅助工具 所以不是下载了哪些app就可以成为大神 在挑选app前先考虑 我为什么要做笔记或者我为什么要整理资料 也就是说我有哪些需求 可以给这些需求做一些分类 我个人的分类主要是个人和工作 在个人分类里又细分为自媒体 包括视频文案策划 各平台发布作品的时间 粉丝互动等等 第二个是购物清单 包括美妆护肤 粉丝福利 还有一些日常 第三个是个人成长 包括书单 影单 线上课程等等 工作的分类里又可以细分为 我在不同的学校工作 会有不同学校的教学任务 第二个分类是教学资源 包括教学方法 课堂管理 汉语教学等等 以上只是一些参考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会有具体的展示 第二个就是我怎么做笔记 或者怎么做资料的整理 也就是我要用怎样的电子设备 更具体的就是我所需要的app 会有哪些必备的功能 我选择笔记或者整理资料的app的前提是 笔记和电脑可以同步笔记内容 第二个是有搜索功能 第三个有图片 表格 手写 语音功能 第四个是有checklist的功能 第五个是在Windows系统和 苹果手机和电脑上都可以使用的功能 目前为止大多数的app都符合以上四项要求 第五个功能取决于个人常用的电子产品 比如说苹果的生态链 包括手机 平板电脑 台式 笔记本电脑 手表 或者耳机之类的 所有的apple的产品 或者是Windows系统的手机和电脑 安卓系统 或者基于安卓系统开发的第三方系统 比如说小米的系统 第三个就是我用什么做笔记或者整理资料 也就是我用什么电子设备和纸质的笔记本 电子设备呢 显得方便 搜索功能强大 相对环保 因此我尽量把资料 日程安排 电子化 纸质笔记本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在今天的视频里先不具体介绍 五年前我开始使用苹果的手机电脑以后 我把购物清单 学习计划 工作事项 日程安排的 从纸质笔记本转向苹果自带的app 备忘录 手机自带备忘录或者其他类似的app 都是笔记整理资料app的入门必选 使用备忘录的同时 记得打开iCloud的云端同步功能 手机记录的内容也可以自动同步到平板电脑 或者其他的苹果电脑上 我会把以下的事项写进备忘录 第一个是常用链接 点击超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某一个网站 第二个是近期特定的日程安排 同样性质的日程内容放在同一个页面里 方便查阅 第三 及时记录当下的想法 并且插入checklist的功能 提醒自己任务完成情况 第四常用文案 消息回复 电子邮件等信息 查阅和使用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在网络社交礼仪的视频里我提到过 进入线上社群的自我介绍 也可以事先保存在备忘录里 需要的时候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找到 第五上课或者开会的时候 总能想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点子 我都会用电脑记录在备忘录里 第六购物清单 每个月的工作日程也可以记录在备忘录里 确实也有日历或者日程提醒之类的APP 可以做这些事项的记录 但是我个人觉得打开一个APP本身就会损耗精力和时间 所以我会尽量用最少的APP做最多的事情 第七输入电子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的时候 备忘录也都会自动生成超链接 点击电子邮箱就可以直接发送邮件 点击地址就可以直接跳到导航功能 点击手机号就可以直接打电话 做代购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功能 记录每位顾客的收获信息和购物清单 是否给优惠价 推荐哪些适合的商品 都可以通过查看备忘录来决定 经过笔记或者资料入门的APP的使用 你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笔记体系 在这之后再选择功能更加强大的APP 就可以事板功倍了 关于笔记资料整理进阶APP具体要怎么使用 在接下去的几期视频里都会具体的介绍 期待一下吧 第四 做笔记资料整理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盘 云盘 其实都是类似于电脑文件夹的线上储存设备 在澳洲上大学的时候 同学们都用Google Drive来储存资料 共享资源 或者小组成员创建Google Document来共同协作 在线上完成作业 由于国内不能用Google产品 我用微软的OneDrive代替了Google Drive 同样可以高效储存电子资料 工作以后 OneNote OneDrive和其他的微软APP 让我在家 在工作场所 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 都可以实现实时办公 同样会在以后专门介绍APP的视频里具体介绍 以下是按照名称排列的文件夹列表 按照优先等级 我会给最常用的文件夹标注数字00 表明这个文件夹最常用 01是第二常用的文件夹 以此类推 除此以外 给类似的文件内容标注日期 也可以让资料更加清晰明了 比如截图最后一排的文件夹 我去看了两次五月天的演唱会 通过标注日期五月天 演唱会地点 演唱会名称 不仅可以让两个文件夹并排出现 还能区分这两个文件夹里的内容 从开始做视频到现在 我把每一期内容 按照时间加内容的方式整理成集 虽然文件里有修改日期的排列方式 但是只要对文件夹里的内容做过修改 都会打乱文件的排列方式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文件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同时我也可以失常回顾以前的内容 不断发现不足并且修正 达到真正有个人特色的内容 包括求职性简历的 可以直观看到自我成长的文档 都可以标记创建时间或者修改的次数 具体参见最接地气的简历技巧 除了checklist文件夹各种格式的文档以外 列表形式的信息也可以提高效率 经常出差或者出国的各位 可以用表格记录出行记录 即将毕业或者刚毕业的同学 申请工作或者申请行外大学的时候 需要提供学习记录和工作经验 如果有记录这些信息的习惯 到时候就会很方便 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不同平台发布作品 也可以列表做记录 需要提及以前的作品 也就不需要打开网站 登录账号 查找内容再复制链接 而是在表单里直接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信息 最后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就是从你现在使用的电子产品入手 使用自带的备忘录或者其他类似的APP 开始记录你的生活 比如购物清单 代办事项 重复率高的文字信息 第二个是明确自己需要的APP必备功能 养成记录日程的习惯 并且有了自己的笔记体系以后 再选择进阶版的APP 第三个文件夹和文档的名称最好是保持一致 给常用的文件夹标注数字 或者其他文字符号 方便查阅 第四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比如学习工作经历 出差出入境记录 自媒体平台链接等等 都可以用列表的形式记录 下一期视频开始会具体介绍 我目前使用的可以提高效率的APP 以及使用感受 接下来是你问我拿时间 YouTube的关注者Mark的留言 有心今天考过了教师资格 但是学了一大堆理论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 真正能做到英才师教的 不会有太多人的呀 考试当然重要 通过考试才可以测试到 某方面的知识储备和能力 是否达到最低要求 成为正式教师以后 各种职业培训和测试 也从来都不会停止 只把教书当赚钱的途径 还是成为理想中的教师 在于我们的内心和实际行动 bilibili关注者李飘频道的弹幕 终于看到图老师出来溜达了 对呀 梦想成为作家的图老师 总算出了趟门 拍了个总播放量不足200的Vlog 微信公众号关注者 左右以及无数发过 类似信息的同学的留言 加了QQ群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删了 因为长期没有说话 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进群消息群机器人自动提醒 置顶群公告 其他群员的群名片都在提醒大家 请把群名片修改成 省份城市 一横 职业 一横 昵称 比如说湖北武汉 教师 花花 中国只有四个直辖市 除了直辖市以外的同学 请自带省份 中国大陆以外的同学 请注明 国家城市 一横 职业 一横 昵称 比如澳洲悉尼 教师 阿图 不方便透露以上信息的同学 不仅群主同意随意发广告的同学 请不要加群 否则会被永久移除 再次入群需要有一个新的QQ号 或者通过群演邀请才能进入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